好 这一集我们就讲讲桃花排行榜是最差的四个生肖 之前讲了最好的四个 现在是排到倒数来说 就是排大四最差的生肖是熟鸡的 熟鸡的朋友在今年里面 尤其是类性的话 桃花云是比较差一点的 男性来说就不会太差 因为始终也有带到太阳星的 因为今年熟鸡带到的太阳星是黄男不黄女的 所以男性来说还好 女性来说今年会觉得桃花云那方面就会比较差 兜兜转转来说会惹性很多些无水桃花 和一些不稳定的桃花 除了之外也有带到这个所谓含磁星 含磁星来说会影响一个人的桃花 和有些是情绪波动的方面 女性牵生来说大部分都是比较情绪方面 会比较波动高一点的 所以女性的朋友就要小心去留意 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将自己的focus focus在财云各方面就会比较好一点的 大二大三来说其实是属于熟狗和熟马的 因为这两个生肖来说都没什么急性的 对于桃花来说因为凶星影响都会比较严重一点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熟狗 因为熟狗的有一个天哭星 天哭星来说代表哭哭啼啼的 尤其是如果大家一直以来来说是特别情绪化的 就是小小事都会哭一场的话 所以特别留意了 因为在2016里面是特别多事情 会令到自己会伤心不开心 所以熟狗的朋友记得 一定要将自己的情绪来说 要好好地去捉稳和好好地去把握 就是想一下 如果你真是和另一半来说 一天倒黑对着他都会哭包的样子 分分钟就算是你自己也要走隔不透 如果真的想哭的话 唱起一轮哭够了就算了 千万不要在你自己另一半面前在日喊夜喊 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熟狗的朋友谈记这件事了 下一个是做熟骂 熟骂来说这个带到天狗星 亦都代表一个是非星来的 所以熟骂的朋友今年来说是特别招夜是非 尤其是在感情那方面或者人缘那方面的 如果是拍拖的话 就千万有什么叭杀叭叫或者誤会的话 千万不要牵涉到其他人进入你的感情方面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很惯的 就是两夫妻吵架的时候 就要和身边的朋友说 和好朋友去说 很多时候自己的解决 就自己两人去解决 千万不要牵涉到其他人 因为是非星前身的时候 很多人加炎加醋 令到感情会更加猛烈 会更加有波折 在十二生肖里排行最差的话是熟龙的朋友 熟性熟龙的朋友最好是贴败心水 在事业方面是最好的 熟龙的朋友为什么今年的桃花方面 会影响到 因为熟龙带到所谓的华盖星 华盖是一个所谓的艺术之星 很多时候喜欢不出声 明明他在想东西又好像没有东西 令到零的一半是好家人触摸 有时候好像没有事 有时候好像有事很不对心 熟龙的朋友 如果你想做好自己的桃花魂的话 就记得所有事都好 要开心见诚说 千万不要想但不说 对方好家人触摸你自己心里那条虫 是在想什么的 所以记得熟龙的朋友这件事 除了之外来说 如果大家要吹黄桃花魂 桃花方位在风水方面 是正西边的 大概是270度的西方 如果大家要黄桃花的话 就要确保西边 你家里的西方方位来说 千万不能有擠塞左塞 不能很缓乱的 很多时候如果看到很多东西是很缓乱的话 一定要将一个方位收拾好去 而你来说这个方位最好的话 给它香噴噴一点 浸些香水 香薰油 这些东西 千万不要有臭味 除了之外 风水重要 人体也很重要 家里不丑 人体也要确保 不要臭 臭的时候 别人来远都嗅到 就不太好 所以来说 吹黄风水 黄桃花是大家可以放水和花 例如花瓶里面放四枝花 如果要看自己的经济状况 如果大家觉得经济来说是良好的话 每次放一些漂亮点的花 玫瑰花 或者一些鲜艳色的花 如果要 效期会略久一点 可以放观音竹 观音竹你只是缓水就可以了 记得 放花瓶在那里 放些水和四枝花 放下来回家